全油管最快新闻,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网站消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已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杨万明毕业于南京大学,曾在外事系统工作多年并担任驻阿根廷、驻智利大使等职务。 他在外交领域有着丰富的履历。 今年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涉及港澳工作的机构进行了调整,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成为党中央办事机构。 杨万明成为中央港澳办领导班子成员,并履新副主任职务。 中央港澳办共有四位副主任,包括周济、郑彦雄、郑新聪和王林贵。 这次职务调整标志着中央港澳办正式亮相和杨万明新职任命的重要意义。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